荡球前好开心 但这地点 白发工推着小女孩荡呀荡 地点在自家骑楼下 这荡出去又荡回来 摇摆幅度大 旁边的汽机车咻咻呼啸而过 下班车多时间用路人经过 看到突然冒出一名悬在半空的小女孩 有人吓到了 要太出来 我怕那奥特摆从旁边经过 就是会被吓到这样 如果不然就甩出去 外面的车子很多 毕竟荡球前的地点不是在公园 而是紧离马路的透天措 难道不怕女童没抓紋 整个人飞出去吗 巡线找到鞦韆设置的地点 当事人记不不澄清 旗楼固定的吊环放下来 可拆卸的鞦韆在套景 就是一座自制的荡鞦韆 亲自示范绝对安全无虞 阿公说为了叛孙才会做这个鞦韆 不止前后都有铁丝环绕 保护措施有做好 不会让孩子有飞出去的情况 而当最远也还在骑楼下 并没有跨到马路 平常七十多岁的阿公 用吊环练身体垂直上下 或是悬空翻转 藤岸孙女打造鞦韆 偶尔让来玩的孩子享受摆荡滋味 只是临近马路 小朋友就有受伤的潜在危险 社会局将派社工和住户沟通 要求改善 TVBS新闻顾首昌谈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